父母 父母以前生很多 生活比较困苦 因为有些就太多女儿 要男的就送去给佛堂 佛堂他们有得看 我叫方舟 我住在小印度的佛堂 教官员工 我十岁就住在这边 今年八十一岁 日本战争很苦 以前我小的时候 妈妈要去做工 所以就把我放在佛堂 她说你在这边住一个星期 看你习惯吗 习惯就住 不习惯我就带你去 第一天就好像有点不办 后来就帮忙打扫 就玩玩玩 因为有空地 种菜什么有得玩 不是习惯就没有走 所以就住到现在 95年那个老姑她去世了 另外有一个阿姑 2001她去世了 就到那个比我大两岁的 她去年走了就我做咯 我就做到我现在我走咯 我也不知道我几十手啊 以前我们这边是很多住家 只是我们这边一家 所以很低调 没人知道这边有间佛堂 我早早是想卖 卖了 我们去买一个 两房式三房式的这幅族 来住 用这个庙的钱 用它的名字 这个官员空间 出去做善事 叫律师茶不可以卖 永远做佛堂 没办法咯 第一个激发就是我的家 所以我是现在要慢慢找的 我们找过一个 跟她签了两年的合同 叫律师茶 后来还没有做到她不要了 她说你这个信徒很少 开销很大 没办法做 所以她退出咯 现在慢慢找咯 这意义是很重大咯 一定要找人咯 这些是我要看这个责任咯